这个是被后背板拆开之后 那个线全部拆散 就成这个样 我们先从压热机开始 压热机这个线出来 这几个头子 蓝线插在四个角的电容 电容的四个角上 白线插在电容的两个角上 红线插在这个板机电器的 整个片子上面 这只压热机就插完了 再就是另外一个阀 这是一个阀 从这里出来 在板上面 一根线插在 在下面那一排 在下面那一排 这个领线排上面 另外一根线插在 这一根线插在 有个CY出液阀 插在这里 在另外一根线插在 银线排上 另外一个线插在 从往这里扫第二个平衡阀 这个第二个平衡阀 第二个平衡阀 第三个 这个线头就过来 一个线插在 也是那个银线排上面 另外一个线插在 123 第三个 就是倒手第二个 这个银线排上面 这个上面 好 在后面的线 还有一个碳头键 后面有一个碳头键 绑在这个管上面 有一个碳头键 碳头键 这个头是插在电控板的 这一旦就完了 这是后面摆在那里 刚才后面那个已经插完了 我现在前面 前面我就把那个核子刚才插 那电火从那边拿过来 拿过来 这是你看得见吗 这是拿着 这就是这个 那个电源插头线出来 电源插头线出来 线插在那个继电器的 这里 这里 就上面一个点 南线插在下面那一排都是米线 都插在下面那 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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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就是一根封鸡线 封鸡的这个线 也是两个线出来 封鸡的头子 线线插在这里面 线插在这里面 这个点 这里面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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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烤鸡 就这个 南线插在下面 这就是有两根白线 从这里出来的两根白线 白线两个头子 插在这里面 插在这两根白线出来 插在电控板的这两个点 这剩下就是 往后来 就是显示板下来的一个线 这个温控的线 插在这里 显示板的现在也插在 好这样就插完了 基本上就插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